我敢打赌,这个鸡胸肉的做法你一定没见过 它不仅可以让鸡胸肉变嫩,猪肉片牛肉片也同样可以哦 它的做法也非常简单,首先第一步就是买回家立即冷冻 如果你不赶时间,那我们只需冷冻1-2个小时即可 第二步,微解冻 如果你没有时间,你可以提前一晚放冷藏室解冻 那这样解冻出来的肉质也会比较的新鲜 那等肉质的表面微微发软,就可以进行第三步了 那就是顺文切,那这里要记住一句话,横切牛羊顺切鸡 鸡胸肉经过了微解冻,它的肉质不会那么软 那这样我们切起来不仅不费力,而且还可以切得特别的薄 学会这个微解冻的切法,就算你是厨房小白 也能轻轻松松的把肉切得特别的整齐哦 而且我还发现,切肉的过程也会变得非常的疗愈疏压 微解冻这个切法不仅可以让肉片切得很整齐很薄 而且还可以把肉丝切得很细哦 接着我们就要进入腌肉的环节 那首先我们要调一个葱姜汁 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把葱姜捏碎 只有把葱姜捏得越碎,才能释放更多的香气哦 接着一定要以鲜糖厚盐的顺序腌制 比例为生肉的1.2% 这里我还喜欢加一点黑胡椒 它不仅能去腥,还能提香哦 可以的话,这里推荐用矿泉水腌制 因为矿泉水可以让肉质变得更加的清甜哦 接着我们就可以把肉片放进调好的葱姜汁里 顺时针搅拌,可以让肉片充分的吸满汁水哦 接下来这步就是本期的重点 我称它为嫩肉神汤 这个嫩肉神汤的配方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白开水和土豆淀粉即可 首先我们把8把毫升的白开水煮沸 更推荐矿泉水哦 然后再调一个淀粉水 淀粉和水的比例为1比3 那这里一定要注意的是 要搅拌均匀后再加入 这样就不会出现结块的情况 那加入后呢也请一定要不停的搅拌 这样就不容易结块咯 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始烫鸡胸肉片了 那在烫肉片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的是 一片一片的慢慢下 尽可能的不要把它们重叠在一起 淀粉水经过加热后会变得非常的浓稠 它就会有保温的效果 这样肉片就不用一直处于高温的状态下 也可以烫熟 而且整个烫熟的过程只需开小火 焖10分钟即可 淀粉水可以在肉片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让肉片在烫热的过程中可以减少水分的流失 那这样做出来的鸡胸肉片就不会变得那么干柴咯 其实这个做法的灵感是来自于 我每次喝水果根都会被烫倒 而且我还发现 只要被勾勾欠的料理 它的保温效果就会特别的好 所以我就突发奇想利用了这个原理 做了这道鸡胸肉片 没想到的是它的效果还特别的好 这个方法不仅可以省去油风 减少热量 而且还可以顺便节约煤气费哦 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 冬天吃的时候不用一直加热 因为它冷的会比较的慢 后来我还尝试了把它们冷冻保存 发现这样解冻出来的鸡胸肉片也不会那么柴 大概就是因为有了这层淀粉水的保护吧 其实这个淀粉水不仅可以烫鸡胸肉片 只要是不那么肥偏瘦偏柴的肉片都可以 像猪肉片牛肉片 那看到这里我最后再分享一个小技巧 就是剩余的淀粉水我们该如何物尽其用 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它冷冻起来 其实它的原理和广东的粥底火锅有点像 而且它还自带了鸡高汤的鲜味 那一般我在第二次利用的时候会加入一些枸杞红枣姜片等 那它就变成了一个药膳的粥底火锅 用淀粉水烫出来的肉片不仅会更嫩 而且会更鲜 只是在利用淀粉水的时候要注意的是 我们要用小火焖煮 然后下肉片的时候一次的量不能多 要一片一片的下 那这样烫出来的肉片也会更嫩更好吃 如果你一次量煮的不多 其实我们只要用中小火焖三分钟即可 这样不仅可以大大节约我们的时间 还可以节约煤气飞哦 我甚至于尝试过把火关掉 焖三分钟 这样做出来的肉片会更加的嫩 即使你还可以带着鸡皮一起煮 那这样煮出来的口感和白斩鸡会有点像哦 如果你想让口感变得更加层次丰富一点 我推荐你用麻油去凉拌 那用麻油凉拌的好处呢 就是它没有经过油炸高温 那这样就可以减少身体的发炎 也不会造成我们身体过多的负担哦 那本期的这个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哦 那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